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多知 整個一個盤市 今天的封關 台股上漲50點 對今天的封關行情 下了一個還不錯的ending 那只是說上禮拜 全球股市因為美國股市的回檔 跟著全面的心理重挫 那美國股市的回檔 我想我說過 它跟經濟層面 經濟因素沒有關係 純粹的漲多回檔而已 那既然是技術面的漲多回檔 它怎麼下去的 它就會怎麼上去 這是我很肯定告訴你一個結論 所以你上禮拜看到 美國申請失業救助金的一個人數 只剩22萬1千人 這是45年以來的一個 申請最低人數 所以美國的經濟層面 是如此的量力 那技術面的回檔呢 短線或許你會有點擔心 但中長線 股市要不要反應景氣嗎 我就問你這個重點啊 所以對於美國股市 目前來看我說過 連頭都還沒看到啊 不管是美國的科技股 還是美國的一個道琼啊 你有看到什麼頭嗎 沒有耶 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都還收繳此跌啊 那所以對於台股 這波的急殺 你所看到的是台股跌了1000多點啊 我所看到的是籌碼很乾淨啊 老婆自拿掉 上禮拜 台股回檔下來 融資大減100多億啊 那大減100多億的一個台股 你不覺得他籌碼面 格外的一個漂亮嗎 所以我現在選了一個標的 其實就是很多朋友 你融資被斷頭的標的啊 這是一個選股方向 所以我上禮拜 我已經給你一個結論了 我持股是滿檔的 我準備報股過年 從急殺的過程當中 籌碼被清理的那麼乾淨啊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進場時機點啊 難得啊 台股急殺耶 這樣1000點不見耶 股票市場講究是一個風險 跟成本的考量嘛 那現在在相對低檔啊 你來跟我布局的一個成本跟風險 是不是跟著降低 利潤我說過 等開空盤之後 你一定會看到 那在封關這幾天 春節的期間 我認為美國股市會不錯 我認為至少要再崩跌的機率不高啊 上禮拜五道琼 或是美國科技股都收繳啊 收繳止跌訊號相當明顯啊 我希望在開空盤之後 我們所給你超額利潤的這些個股 你都可以跟我一起共同來掌握 當然我要客觀的跟你分析 美國盤或是台灣盤 他有沒有可能V型緩轉 你覺得有這樣可能性嗎 馬上就大漲美國科技股創新高 美國道琼馬上大漲創新高嗎 台股呢 馬上大漲創新高嗎 不可能的事情啊 經過一番的一個修正 急殺修正他頂多是反部整理再墊高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希望在目前的一個低檔區 你布局股票的眼光要看的比較遠一點 不要短線啊 如果只是短線來布局 你一樣會被扒來扒去哦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呢 上禮拜我告訴你 持股滿檔爆股過年了 這是我的長線的看法啊 因為畢竟前九股市的回檔 跟經濟層面景氣沒有關係嘛 技術性的回檔 這檔伴隨著融資餘額被斷得相當乾淨 他怎麼下來的 他怎麼上去 只是時間要久一點而已啊 所以對於這檔安保 行動電源IC的賺一個股本的 之前297 295的賣點 我都賣在相對高檔嘛 每一趟大概都有六十幾塊錢 應該還記得吧 買個四趟大概花你兩百多萬啊 都可以創造六十萬的利潤啊 那最後一次的賣點是1月18號的313 賣 1月18號我賣了喔 最後一趟賣點 那1月23號還談到311 我說你還是要先賣 你還是要先賣 為什麼 整個昂保量人已經退潮嘛 退潮代表他往上的空間不大嘛 所以我在1月23號告訴你還是要賣 不賣就下來啊 那因為台股回檔了很快嘛 所以昂保才有這樣一個買點讓你進場啊 說實在的 所以有時候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那個買賣的依據 對你財務的規劃當然 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啊 所以1月23號的昂保310 還是要賣啊 沒有量嘛 沒有量他一定應該會下來整理嘛 那剛好台股急沙 所以上禮拜五出現一個相對低檔的買點 我講過嘛 在這個附近 其實你布局的風險相當低啊 所以上禮拜五站在買方啊 所以我選的股票 就近期融資被斷得很乾淨的 機油性的個股啊 上禮拜五的昂保買了幾塊錢 9.19分啊 昂保的分析嘛 相對低檔啊 布局風險相當低 你246附近買回啊 經過四分鐘 股價245.5你去對時對價 上禮拜五利用 台股盤中急沙300多點嘛 還記得嗎 上禮拜五啊 急沙300多點 昂保246買回啊 盤中262 尾盤253 雖然小跌五塊錢 但你跟我買在246的 當天你是會賺錢的 因為尾盤收253 今天昂保的股價呢 盤中266 如果高低點來算的話 246到266 兩個交易日啊 大概有20塊錢的利潤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當然今天因為要封關啊 所以呢 不管是大盤 還是個股尾盤 比較會有 獲利性的賣壓出來啊 這是一個很正常現象 所以對昂保這種高價股的一個操作 有價差我賺價差 有波段我一定不會手軟啊 前兩次 這邊都有六十幾塊錢啊 應該投票人都還記得吧 很漂亮的動作哦 所以低檔買高檔出 高檔出完低檔再接回 這樣一個操盤節奏性 縱使經過台股回了1000多點 你來跟我操作昂保的 有受傷嗎 嗯 有讓你受傷嗎 沒有吧 所以呢掌握絕對的優勢 但是在盤中訊息我給你指導進出 真的非常有價值 真的非常有價值啊 那另外一檔高價股環球青 你來看一下 當我1月23號 479賣掉之後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哦 8趟 7勝1副啊 累計報酬率261塊錢啊 1月23號環球青 量不夠賣在179 很清楚的時間跟價位 那從那一天賣完之後 我沿路的提醒同妙 對於他的中長線 我看嘛有點保守 所以呢他剛剛回答下來 這邊我沒有接 這邊上禮拜二 盤中沙聲隆隆 鼎鼎鼎滿附近我也沒有接啊 包括上禮拜五 我還是沒有接啊 我都沒有接 中長線對你的布局 到底有沒有產生決定性的 關鍵性影響 你至於想一想啊 有啊沒有啊 就目前台股啊 回了1000多點 你要做短還是做長 如果你對於中長線 台股的看法是看好的 一檔股票 回檔來到相對低檔 都是買點 而且是超額利潤的買點 但是環球青呢 因為我對他的中長線看法 比較保守 所以呢不管是五天八天的 一個回檔修正 我都沒有做輕易的出手啊 因為這邊接 上去不賣又下來 對不對 那上禮拜二你又接 上去不賣 禮拜五又下來來破斷低點嗎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那個環球青的反彈力道 當然也不太夠啊 對漲三塊半嘛 所以這檔股票我目前 只是用看的而已 我在觀賞 觀察他的量炸籌碼跟形態的變化 如果他的中長線 一旦轉為中多長多 我當然會做出手低階 目前是沒有的 相對來講 我上禮拜是接回中美金 就是環球青的母公司 中美金呢持有環球青 大概五十趴的股份啊 那他的潛在力的手裡 超過十五個股本 我之前就算過給同朋友看了對不對 潛在力 十五個股本呢 中美金才將近六十億啊 對 十五個股本就超過九百億耶 所以中美金這一支金基姆環球青 對他未來的EPS的挹注 當然是加分啊 所以上禮拜五 中美金一月營收近期新高啊 這種基本面 你看到你會非常的高興 對一月營收近期的新高啊 跟去年比較成長44% 有虧轉盈啊 本來虧錢啊 去年呢賺錢啊 看到這樣的基本面 你又看到股價回檔 他要轉空嗎 他要轉空嗎 他的表現有沒有比大班強勢 我問你 自己對照一下嘛 所以當他回檔修正 來到這邊相對低檔支撐 我上禮拜五做了接回動作 正在買方啊 因為他的籌碼一樣很乾淨 所以我現在選的股票 就是融資都被斷頭的啊 籌碼比較輕嘛 那在相對低檔買 你的利潤當然會比較高啊 會有絕對的正報酬啊 所以上禮拜五的中美金 九點三十二分嘛 有基本面分析 有技術面的一個分析 價位88 附近買進買回 當作價位 沒有87.8 你去對時對價 88低接啊 當年台股盤中大跌三百多點 我都在買股票啊 我都在買股票啊 提供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你唯一的機會在目前台股 重錯一千多點之後 什麼樣股票 具有價值銀投資的一個內涵 那真的相當重要 中美金當然是其中一檔 88買進買回嘛 盤中拉高尾盤89 今天中美金的股價 有點開高走低啊 尾盤還是有獲利性的賣要出來嘛 但你可以看到亮縮啊 成亮縮代表它 可能要整理個一段時間嘛 所以整個中美金的架構 有低點還是可以買 就是我對大盤的分析嘛 大盤不管是台灣盤 美國盤 它會不會V型反轉大漲特漲 不會 所以有些個股 你就是要一點時間嘛 你不要做得太短啦 做長一點 對你來講 成本比較低嘛 風險當然跟著降低啊 所以整個中美金的架構 或許會在這邊晃一下 那晃 晃動的過程當中 經過春節期間之後 我認為它有機會往上走高 因為我分析過它的基本面嘛 持有環球金50%的股份 潛在力可以創造15個股本 真的是太迷人了嘛 所以你當然要趁它回黨的時候 布局啊 這樣中美金我們之前做了好幾趟都賺錢啊 老同學應該很清楚嘛 所以近期的一個盤勢 有些個股會受到大盤影響稍微震一下 稍微量縮整理 那都沒關係 他只要補量就會漲 包括這檔原泰 目前在低檔區嘛 你有沒有看到一樣量縮整理啊 導播謝謝 一樣在量縮整理嘛 今天成績量剩6000多張啊 他只要補量就會漲啊 只要超過1萬多張的一個成績量水準 他就會往上走高啊 所以呢 目前相對低檔區 你只要選擇 價齡投資的概念極有股 我相信從中長線 它的一個籌碼面 只要在一個融資相對低檔 你的勝算絕對相當大 所以封關期間啦 春節期間 親友老師還是推出年終感恩回饋的 二分之一的優惠活動 簡單來講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 我就給你五折的優惠 自己把握一下 繼續這樣 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鏡頭打破 立刻拨打 蔡林特線 02752586827525868 2752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陳同同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蘇家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陳同同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同同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合力 陳同同顧 值得托付 0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想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受用無窮 雷更不達入鬼吹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來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台股呢 已經在一個相對低檔區 佈局的優勢在成本比較低嘛 另外呢 整個融資源呢 上禮拜大減了100多億 籌碼相對的安全安定 所以你只要選擇一些價值投資 概念機油股 來跟我逢低佈局 我跟你講風險一定相當低啊 我選的股票 你放心大膽來跟我低接啊 因為高點該賣的 我都有帶你賣嘛 這檔穩帽 功率放大氣的個股啊 資源高檔 318 310有沒有帶你賣 對我為什麼看好穩帽 功率放大氣的三檔股票啊 哪三檔 全新嘛 洪捷科穩帽啊 哪一檔股票的一個基本面最好 你自己去比較一下嘛 3105的文貌 去年前三季賺6.02 全新呢 才賺1.56 洪捷科呢 賺1.34嘛 所以呢我選股票 有基本面的論述啊 不是親才竟啊 同一個族群 我一定買最強最直優的嘛 這樣對你來講 你比較敢中壓嘛 是不是 更何況這檔文貌 高檔 我都有帶你賣 股價回檔下來 怎麼低階 這同樣你要學習的一個地方啊 310的文貌我帶你出 回檔的七天有沒有收條紫碟訊號 便宜的55塊錢的255接回啊 就是因為高檔有賣 低點下來看到紫碟訊號 你不僅敢跟我做結尾 當天15號 260再加碼做兩筆單啊 25跟260嘛 什麼時候賣 1月16號 270先賣出255的基本單 這一筆單賺15塊錢 1月18號 275再賣出260的加碼單 這一筆單一樣賺15塊錢 兩筆單呢 總共賺了也是30塊錢啊 所以我說過啦 文貌每次做 差不多30塊的正差嘛 那一趟30塊錢 3萬塊嘛 那做個10趟呢 就30萬耶 那文貌的股價才200多塊錢啊 等於做個10趟 有機會賺取一倍的報酬率 所以整個文貌的架構 1月18號 275賣出加碼單嘛 1月 18號275賣 賣完之後我當天有沒有規劃 他接回的位置 就在這個區間 所以VCR我都放過了嘛 大概就在240附近嘛 還記得嗎 1月18號我賣掉之後 我不是告訴你 大概這邊要承接嘛 就大概240嘛 所以什麼是規劃一檔個股行情 那不是容易的啊 我不是在跟你事後放炮耶 我本來想說今天要把 當時的VCR再重播一次給你看 但我怕觀眾會看得有點厭煩啊 有看過就是有看過 我講的跟實際上操作就是一模一樣 贏家三部曲 我只要跟你規劃好一檔行情 而且跟你做預告 我就會告訴會員做執行動作 接下來呢 最終帶會員獲利下車啊 所以呢 275賣掉文貌 這邊啊 240附近就接回啊 高檔275有賣嘛 來到242接回啊 差了三幾塊錢嗎 又低接啊 低接回來之後2622賣嘛 這樣一買一賣又多了20塊錢啊 是不是 1月30號 就要文貌賣在262 這一天賣啊 這邊還有台那個兩三天啊 在260以上讓你賣 沒有錯吧 所以呢整個一個文貌架構 當它打下來 你看上禮拜 台股這樣殺生隆隆 文貌的一個架構 因為基本面 讓它產生絕對的抗跌性 所以選股票 要不要重視基本面 誰說分析股票 操作股票 基本面不重要 如果你的一個操作 純粹就技術面來看 短進短出而已啦 你如果沒有長線的基本面 做靠山 你怎麼賺大波段 對 如果我對文貌的長線架構 沒有看好 我如何從價差的操作 轉為波段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整個文貌 當262我賣掉之後 上禮拜是給你提示 該怎麼低接啊 上禮拜台股是殺生隆隆 文貌因為基本面 產生相對的抗跌性嘛 上禮拜四來到233 差了230塊錢 禮拜五 高低點 從221到220 29塊錢啊 你隨便買隨便賺 我上禮拜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我買進的個股 大概都在九品半以前 就不見好多單了 這樣一買 一買上去 高低點29塊錢 超過一根停板 那接下來文貌 有沒有機會變波段 有沒有嘛 你覺得 它跟台股的架構 來做一番比較 它是不是很抗跌 為什麼抗跌 除了基本面 當然是量價籌碼型態啊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文貌 跌啊 跌6塊半啊 剩243啦 上禮拜的低點在221啊 你買在這邊 今天小跌一下 不然你在怕什麼 它已經在相對低檔 而且是絕對的安全 它是絕對的安全啊 再對照一下大盤的走勢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整個一個盤勢 我上禮拜五已經跟你說 我的看法 以及我給予會員的操作經驗 跌了1000多點 相對低檔台股 因為籌碼很乾淨 融資又大減100多億啊 所以我現在佈局的股票 就是融資被斷頭的這些個股 持股滿檔 爆股過年 這是我帶給予人的操作經驗 所以今天還不錯啊 台股呢 漲50點 算是對今年度的今年行情 留下一個還不錯的 美好的ending 我希望 春節過後 台股開紅版的架構 所謂的紅包資金行情 我可以一步一腳印的 用心帶你繼續賺下去 所以呢再看一遍 目前在相對低檔 融資也斷了100多億 籌碼是絕對乾淨啊 難得看到融資也 一個多禮拜大減100多億啊 所以這時候不買 什麼時候買 我問你 買股票 相對低檔要會買嘛 講 大家都很會講 但他做的 你敢做得到 如果你沒辦法克服這樣的一個心態 跌的時候不敢買 我來幫你買 我來帶你買 慶龍老師的凡市場操作 喜歡在台股重作的時候 告訴我買股票啊 而且是買強勢性的基油股啊 對 巴菲特講的嘛 價錢投資的一個標的 提供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你目前想要成功 你想要仿拜為勝 你就來找我就對了 好不好 這檔資源 上禮拜五一樣 看到籌碼很乾淨 那因為大盤的影響嘛 來到相對低檔支撐啊 那他基本面毛利高達52% 等於做100塊錢的一個產品 毛利高達52塊錢嘛 高毛利的公司遇到大盤嘛 才有這樣便宜的低點讓你買嘛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我的資源 9點23分啊 有基本面的分析 有技術面的分析嘛 價位65塊半附近買進 當中價位經過13分鐘嘛 還在65塊半啊 你去對時對價 65塊半一定買得到 這上禮拜我利用台股擊殺嘛 逢低承接一檔 強勢性的基油股啊 高毛利的公司啊 上禮拜我買完之後盤中翻紅 尾盤68.2 那今天資源呢 開高走低啊 收盤66.2 量縮一樣在整理 所以呢開放盤之後不量 我認為它還是會往上走高啊 所以我今天給你的結論是 資源有低點還是可以上車 這我很肯定告訴你一件事情啊 所以現在的行情架構 台股呢 它不可能馬上一系反轉 它不可能扶搖直上啊 頂多是一個 緩步墊高的整理架構 所以你現在布局的個股 眼光要看的比較遠一點 不要太短線 短線的操作 你容易被扒來扒去啊 你賺不到大錢啊 所以對今天台股呢 封關的一個行情 漲了50點還不錯啦 因為目前的台股呢 融資也大減100多億 這是投票你部件多擔 很好的時機啊 所以在春節期間 你只要打電話進來的 親友老師一樣給你 聯中感恩大回饋 全面二分之一的優惠 簡單來講就是五折 就是五折的優惠 願意跟我合作的歡迎你 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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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